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耶稣对彼得的预言是什么? 你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仁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军新马太福音的第26章 31节到35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者说 我要击打木人,然后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一心往加利地去 彼得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缘不跌倒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夜计较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准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这么说 那么在上一集的学习当中 我们学习了耶稣设立的主的晚餐 就是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与门徒吃完最后一餐 那么主的晚餐是对他的死亡的纪念 耶稣的死亡将在不到24小时之后就发生了 那么主的晚餐主要是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代表他身体的无效饼 以及代表他会利心远而流的血 通过他,我们可以获得罪的赦免 那么要注意的是,这两个都是象征性的 是对真实实物的象征 当我们参加主的晚餐的时候 他们不会成为耶稣的实际的身体以及鲜血 这些的元素所做的是代表着真实的东西 以提醒我们正在纪念的东西 那么在设立的圣餐之后 马太说他们唱了一首赞美词就去了橄榄山 那么约翰福音第13章到第17章 更详细地介绍了整个网上 耶稣与门徒们所发生的事情 因此我们将留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在详细学习 但是你可能也会问 为什么马太不记载所有的详细内容呢 因为这对他所说出的内容并不重要 我们有四本福音书也是有原因的 以便我们可以纯面地了解耶稣是谁 以及他所教导的内容 即使约翰他也承认 他并没有记载下所有的东西 因为那样子做是不可能的 马太也是如此 那很明显的马太要介绍了 所设立的主的晚餐 所以他只是专注于此 那么在第30节就告诉我们 他们去了橄榄山 那么到了第36节 我们被告知他们就到达了 克西玛里 那么今天的阅读 就应该发生在这一个途中 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前往橄榄山的 那么即使说橄榄山在耶路撒冷外不用 但他们也必须翻越过 基伦西才能到达那里 因此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 其余的十一位门徒中更多的事情 那么耶稣告诉他们的一件事就是 由于他所有的人都会跌倒 那么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当晚所有的人都会抛弃耶稣 那么到现在为止 优大已经抛弃了耶稣 其他人也即将放弃 他们不会全都跟随他 并与他在审判当中 彼得将不会在那里 除了约翰以外 没有任何的门徒 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9章的第26节当中 可以得到这些支持 那么即使约翰在那里 我们也没有在耶稣被审判 或者定罪的整个晚上看到他 我们读到的是 他们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56节中 所记载的全部都逃跑了 耶稣的预言 这就是这样子的 并且会实现这一预言 当然这也是在马太福音 一直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那么在撒加利亚书第13章第7节中 我们可以找到耶稣所引愿的 预言 他是这么写道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 刀剑应当兴起 攻击我的木人和我的同伴 击打木人养旧分散 我被防守夹在微小者的身上 那么许多的先知都提到了米赛亚 但是撒加利亚有为如此 如果你回顾本系列当中的第130课 等两个教训 在撒加利亚书第11章第12节当中可以找到 关于优大出卖耶稣的预言 那么关于魔鬼被赶走以及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们可以在撒加利亚书第13章第2节当中找到 因此耶稣将撒加利亚书的这个预言运用于他自己 不应使我们或者说马太古人的读者感到惊讶 因为这个绝对就是米赛亚时的 耶稣说 绵羊会伤害因为牧羊人被击倒了 绵羊跟着牧羊人如果牧羊人受到攻击并被杀死 绵羊将逃跑以避免自己被害 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 耶稣虽然说告诉他们是的 他会死去 但是他会再次的复活 并且在加利亚书会再次遇到他们 现在彼得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他告诉耶稣说 即使其他所有的人都因耶稣的死而跌倒了 他却永远不会跌倒 这种说法也是很危险的对自己有这么的自信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将不会做某些事情不该做的 但是耶稣告诉彼得他确实会跌倒 这个证明将在基教之前 也就是在日出之前 彼得会三次否认耶稣 彼得再一次说他不会这样子做 他会与耶稣同死 其他人也一样 当然这只是一句高尚的说法 但是却很愚蠢 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经验中所看到的那样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进行为期两周的寒假 下一次学习将与2020年的2月24号星期一回来 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The glory of His cross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